- 大家好,我是小酋长,我是凯文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Podcast节目 这个节目是关于一些电影或者是影剧欣赏的节目 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凯文 哇,没有想到录第一集这种试播集是这么尴尬的感觉 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严肃 因为这是我的处女秀 处男秀,性别政治正确 好像有点紧张,但是好像讲一些废话 然后觉得不小心时间就过去了 快点已经一分钟过去了 哇,这样第一集会变落落的 主要想要先来聊聊 就是这个是四播集啦 然后主要想要先来聊聊 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会想要邀请凯文 来跟我一起录这个关于电影的Podcast 我先简单讲一下好了 然后因为我跟凯文两个人 就是比较有手好闲一点 所以我们有蛮长的时间 大概多久啦 我们一起很频繁的去看电影大概多久啊 这至少这一两年确定是吧 诶,我们几乎每个礼拜 除非有事情 我们应该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好像有一阵子停比较久 但我也忘记为什么 有一阵子停比较久 是疫情吗 应该是疫情吧 最近一次可能是疫情 但之前我有点忘了 好,不重要 诶真的,忘记为什么了 诶,我要再认真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好了 我的名字叫做小酋长 那为什么是小的酋长呢 因为曾经我在念 呃,曾经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上面还有一个大的酋长 所以我就叫小的酋长 然后为什么Kevin叫Kevin呢 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就叫Kevin OK 好,我帮他介绍文 但我觉得念英文有点怪 所以 所以还是念中文的 对啊,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想要录这个Podcast的初衷好了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 就是看电影啊,看剧啊 然后很喜欢推荐别人看剧或电影的人 然后好像有一点点不小心发觉出一个长处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当我觉得某一部电影蛮好看的时候 我就会试着用不太爆雷或者是不太影响观影感受的方式去推荐别人 录这个频道的初衷可能是就是想要 推荐别人去看电影 然后 当初应该是你提的吧,对不对 对,好像是 因为我就 原本就有在听Podcast的习惯吧 我听很多 也不能说很多啦 就是有听一些啦 一些比较红的 就有在听这样 因为我都是坐车通勤 上下班 所以都可以很名正言顺的带着耳机 这也就是可能有一点点不是很喜欢一种风气 就是是算风气吗 不太喜欢一种感觉就是 太直接去定论一部电影是好看的电影还是不好看的电影 好片或烂片 对 太两集的分法 就是这个节目主要都是聊聊我跟Kevin的主观感受 对,完全就是很个人 没错 所以就 如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 诶我啦 我自己因为有 呃自己在写 之前有比较多 时间在写影剧文 最近最近 比较没时间 但就是 有自己在自己的帐号上发一些类似影剧心得这样 啊 后来就是 知道Podcast这个idea之后就觉得好像可以 就如果懒得写的话就直接 聊天把我们聊的 就直接在节目 因为我们看完都会聊嘛 那就直接在节目里面边录边聊这样 啊反正就记录下来 所以可能懒得写文章的做法 对 然后 然后我 我觉得我自己是 可能电影还 相对于电影而言我可能 摆更多力气在影集吧 我啦我觉得 不不不 你你你你算是也我觉得认真要讲 如果跟一一般 这个有点难量化就是 一般到底是谁 就是对啊 就是可能比 相比 算看的不少了啦 对啊但但我可能 会 讲更多 但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可能 也可以多讲影集的东西 但 你可以先说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说个你上礼拜六 是去做了什么 吓吓大家 这样子 没有啊那就是抽到的而已啊 这 这没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抽不抽到是 你做了什么事这样你 在两天内 连看的 就是五部电影这个故事 就是金马银展的观众票选场 那就是有抽到就是可以免费看 最佳影片 那五部 对啊 对我们的 啊但是就是 嗯 一天三部一天两部就是五部要两天内看完 这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 场地安排啊什么的 的限制所以没办法 哇突然觉得这个我应该没我应该没办法 然后你你所谓的壮举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么密集的看很厉害这样 对没错不是不是不是说你去看金马 金马 很厉害 哦误会 你去看五部电影很厉害 好所以你的眼下 你的眼下之意是金马没什么了不起 不不不不 不敢不敢 好 就是 我诶我光去看那一年我们是去看 那那个时候我们是去看什么 我们去看 那个我们去去名权西路看 那个恶伦的 一票可以看两片 然后 哦你说 呃呃其中一部是那个 等一下 灯月先锋 然后对 我们去看 跟孟独的 孟独的 孟独跟灯月先锋 你看 我光看这两部就是 哦因为那时候 诶 Kevin你 我只看几张一部 对对对你要一直跟后面的 灯月先锋吧 对 然后我是去 两部都看 然后前面蒙独看完我就觉得我已经有点无力了 然后在看灯月先锋的时候你就一直听到那个 你坐在太空上 你跟我的我的最爱 哈哈 坐在太空舱里面 然后那个 就是 然后就生油了这样 对 那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 度估这样 可以啦你应该算是 你看不少电影也算很爱看电影的人 你知道那 那几场就是中间 大概隔20到30分钟而已 就是还是有休息一下但是不算很长 如果要这样讲我应该比你厉害一点 因为孟独就要直接接灯月先锋 不过我觉得灯月先锋也很好看 我蛮喜欢的 虽然 我有 一小部分的时间 一小部分的时间在 杜窟 就是 这讲什么阿姆斯壮 阿姆斯壮的故事 对啊雷恩格斯你就是演阿姆斯壮 对对对对 哇雷恩格斯你真的好帅我好爱他 好 你你这样你这样会让别人以为你才是男同志 这是在节目里面到底谁的人设 你你现在就 你现在这么快就要 暴露这件事情吗 要查吗 哦好 对啊我是却没差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异男跟男同志的组合 对没错我就是 我就是男同志的最好的好朋友我都这样自称 就是我就我都会我都会跟对外宣称说我是 凯文最好的朋友 凯文从来都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样但是有一次我还是问凯文说 我应该是吧 然后凯文就好像我如果没记错你好像认真想了一下就是 嗯 好像也想不到比你更好的 啊我如果这个那个那个就要怎么讲啊就如果我说第二别人不敢说第一吗 哎对对吧OK对 我们希望之后可以有可以有这是 女性观点啊如果节目做起来的时候 没有可是 嗯对啊看各种情况因为我们可能会 就是做得很杂乱无章这样子有的时候会聊聊我们 就是最近看的剧啊 对对对有可能就这一集而已 但主要可能会 比较 稳定吗不敢说现在才四播集我在那边跟人家谈什么不稳定 可能会比较 稳定固定出的应该就是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看的电影吧应该是吧 我目前比较规律的主题就是 每周看的电影 如果没周的话 对啊当然 没去看就没东西 对 其他可能就是 可能会讲 最近看的剧之类的因为因为讲剧 会有一个麻烦就是 总不可能就是为了讲剧然后我们两个都去看同一部 对没错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所以 而且说实在我们 我们看的类型也差蛮多的 对没错我们不会为了 要录这个podcast 特别两个人要同步去看某一个剧这样子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刚好凑巧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各自 可以各自 每隔一段时间都分享我最近有看什么 如果我们两个刚好都有看那就可以一起 就是聊 内容 好以上也是 纯属可能而已 不一定会讲 嗯 以上说的包括这个节目本身的存在性都不一定会发生 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 感觉算是有自我介绍到 我们两个人的 哎你有讲到 我们是 学长学弟然后 哎好没讲到这个 哎对好 补充一下 就是对就是 把我们的关系揭露出来吧 你是小我两届没错吧 好像是吧 我是 我每次都搞 就是大酋长是夹在中间夹在中间 这是 没错 对大酋长是在中间那一届啊所以 小酋长是小我两届的 哇这样感觉我们很乱哎我们三个人夹在一起 哎他有 哎没有是是你你才有跟我当过室友他没有 对 这这这不重要 重点是 我们还睡头对头 是吗 哦好像是 我们那时候不是要一起深夜交流 你说讲某人的事情吗 对对对 好好好 到这一边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以后可能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但但不是现在 对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频道 主要的走向会比较像这样就是 东聊西聊可能想想到什么就 偶尔聊一下像刚表情想到登月先锋 就聊聊我的最爱 你说雷恩葛斯林吗 哈哈哈 对没错 要把他名号再报一遍 对 Rain Gosling 我爱他 好 真的真的比较想 我应该说这个节目的核心核心价值就是 我是希望 就可能我自己这样觉得就是每部电影都有他 好的地方或不好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真的是 比较 艺术一点或就比较主观感受吧 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套诺兰的那句话 就不要理解然后去感受他 嗯 对就是 一方面可能就是我 我们自己是业余的吧 就是我们也不是 对我们也没办法讲说太太 多 多资深多 职业性的东西 对对因为我们完全不是 念这个相关的或做这个相关产业的 完全 完全就是一个业余观众 对 没错 但是就是 嗯应该算蛮爱看的吧 就是很爱看 对 但是 又不是很喜欢 呃 觉得 太太 这个这个词要怎么用啊 太单一的批评吗就是好 或不好 那你要说好 就我们 我们也不是要代表所有人的感受啊 就绝对不可能 而且 对 但 但 我们应该比 平常 一般人看得多是真的是因为 如果没记错的话之前有个数据是 至少在台湾 好像台湾人平均 进戏院一年好像是 1.2次吧 我有点忘记 哦真的假的 我不确定只是1年 好不好 我现在查一下你继续讲 好 Google时间 就大概 就是想分享这这些事情吧 就是 这个电影哪里好看 他哪里吸引我 哪里让我 很喜欢 所以 可能不会有非常 专业的说法 像我自己也是 不知道 有谁看过我的文章 的人 如果 如果有看过就 其实 我自己写东西也是 尽量会 分析一些事情 当然我的分析就是我很个人的感觉而已 但就是 我通常就是不会直接讲 就是好 或 好或烂这样 因为 如果你只是要讲好或烂 就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觉得 只讲这个没什么意思 就是 会稍微分析一下 可能我蛮在意 就是 比如说议题的部分 我就会讲一下 所以 不会单纯就是 当然很多人可能是想知道到底 推不推之类的 只是 你总是可以告诉人家 哦有哪哪些点是 值得你 进去看 都推了哪次不推 就是 多少有值得看的地方吧 嗯 对我我的 我的核心价值是这样 那当然 还是会看到有些怪怪的然后 就是不是很喜欢的 那 也 没办法就是 bad luck you know 就是那那种电影 那那种电影我们大概就不会讲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 不要断人财路啊 他们还是要赚钱 就是可能刚好我们 刚好我们比较不喜欢 对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比如 我觉得其实 从而 换另外的角度来想 比如说 假设我小时候好了 就其实我小时候也蛮看蛮多电影就是 嗯 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一个那个 珠露影带的店 然后那个 阿贝就是 都坐在柜台 然后隔着柜台就是 后面就在卖A片的 所以就是譬如说 因为我觉得他就设计蛮聪明的 就是譬如说你想要 买A片的人 你一定会经过 柜台 嗯好这不是重点 对反正就是 啊我是没没去买过A片了 然后 没关系 反正就是我 可能就是 看蛮多电影的 我小时候 然后也会很喜欢看一些 就是 动作片啊 我现在不是在讲动作片不好 我只是说 就可能会蛮着迷一些 怕被杀 对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蛮着迷一些 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故事剧情 然后但是 就是 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动作 足 其实 取向吗 其实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也是 从动作片先看 对就是我觉得 可能 对那我也不会觉得 就可能我现在回头看只是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喜欢 那样的电影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喜欢看动作片或 他 开始看电影可能是从动作片开始是很正常 因为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视觉听觉的刺激 嗯那你渐渐看了你就越看越多东西 讲难听也有像胃口越量越大的感觉 但 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视野 你懂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跟你生命经验当然有关系 就是你 你 你能接受东西 可能越来越广或者品味变 对 哇你这段实在讲的太好了 要不要全部剪掉 没有了 对反正就是 对我现在我现在这样想起来对 其实就是 我现在回头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以前看 就真的我以前看过的电影 我现在在回想起来我也 不一定 还会喜欢 再看一次也不一定喜欢 对 没错 所以 就有点想要这个频道很 核心想要穿搭的 价值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说 没有 那么绝对的好坏 对也许我们讲的 呃比如说推荐的点或 或这是值得进场看 也也许就是我们当下搞不好我们 这是一个礼拜就变 对啊很难做 对 这是反正我们录录的当下 的感觉 就只是分享一下看文的心情吧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看值不得 值不值得 基本上应该会 会有想推荐大家去看的 才能才会 才会特别分享出来了 如果觉得 还好的 没有 还好的 还好的也是有可能聊只是 对啊看有没有这么 有feel而已 对看不到东西可以聊 好 我们做完的自我介绍 还有就是 简单的频道介绍 好 然后 最后 想聊 就是 一点点 一件事情就是 关于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遇到一些 他可能也是喜欢电影的人 或者是 他 也 愿意看电影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些朋友 他有时候听到我 这么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然后 对 我今天电影跳的钱还没给你 对 对吧 我先 好 那个等一下再记录起来 这可以剪掉 这不用剪掉我觉得蛮好笑的 很real 很写实 很写实 好 反正就是通常都是 追求一个 魔幻 魔幻写实的路 对对 通常都是 先刷卡 再给他献金 因为 我没有办那么多相关的卡片 反正就是 嗯 就是感觉 比较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哎这样子好像 我花钱 就是花 一个礼拜两百多块吧 顶多看IMA 就夸张一点看IMAX 就是 对但但那机会也不多 对其实蛮少的 然后关于去 就是戏院支持电影这件事情 然后 呃我自己 我自己 个人的态度 是 呃我不纯然是 只是说要 就是去享受那个比较好的 升光效果 就是我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点是 一部分啊大概百分之 三四十 是我觉得 你就是得买票 也不是不用说你啦就是我觉得好像得 可以买票 进戏院看那这个产业才有办法 就是苍苍旧旧的 就是 经营下去 这样或者是能拍出更好的东西 呃这件事 我相信大家以前都在各种 神秘的网站上面看过一些 比较不合法的来源 我先坦承我有我有用过PPS 啊PPS是什么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就好了 哦 完蛋了我是这样是不是人家会觉得我很年轻 我当然也有 我也用过库博 开始得罪 得罪那些字幕 哦 这个我可能就稍微知道 库博应该知道吧 嗯应该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不是在鼓励大家用 不然就是我以前是一个 很懒惰的人就如果 没有得看 我就不看 啊我知道 因为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吗 就是我小时候好像都去租录影带 就是租去租DVD 因为我家旁边就是 我说那个 就卖一片的阿伯 不知道他是租录 租录影带店的老板 兼卖一片 自由卖一片 就会去 他那边租DVD 所以 诶这样真真讲好像 真的看到版的 或者是一些 不合法来源的比例 没有到很高 应该你已经习惯了 你已经习惯了 就只是因为刚好 就是有办法租录影带吧 而且啊 一方面是因为我以前我家的电脑 就是都不会买到太好的电脑 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 那些网路要怎么用 没有到很会啦 应该这样讲 然后 一开始 诶可能念大学的时候 比较多这种 机会啊 毕竟住宿舍或干嘛的 然后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为后来不是开始 有比如说 是什么 串流或者是 像Netflix的开始 上站板管道 对 然后那时候是 诶就是 反正就Kevin就把他的Netflix帐号借我看之类的 然后 他 就是不是他 就是你啦 就是Kevin啦 就是他就突然就 嗯 就跟我聊了一件事 你知道入Podcast就要用第三人称 称对方 有点 有点麻烦 反正就是 呃 就是你跟我讲过一段话 这样好像在告 深情告白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Kevin就跟我跟我聊天 然后只是说他觉得 就在 有 能支持 诶不是什么支持啊 有正版的管道吗 啊Kevin你说好 我今天我现在有点打劫 我想说你是要放我什么 就 好你说 每个人 多少 一开始可能 都会看过一些就是旁门左道的 就是经过旁门左道去看电影或看 这 无可厚非但 也不是说要鼓励只是说 我们可以 理解 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做过 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 就是 让大家没有办法取得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有很想看的漫画 就是 看漫画的人 族群很 很广很大 可是 不是每一部 可能好的 作品或是或是红的作品 刚好现在都有 有人代理有人 做中文的 这样 所以难免会有这样的需求 但如果 现在 现在你 台湾国内已经有这样的管道 那有正版的管道 那你又 不至于连 就是 一点点 就是可能 你花了这个钱就 下一餐没得吃之类的 不至于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可能每个月付一点或是你 为了看电影然后就是付那种单次租借的金额去 去线上租一部片看 我觉得你有能力的时候 透过正版 我觉得是 酱硬一点 就是我觉得那是应该的 因为 本来就是 不然不然你就很像在就是 吃免钱的 的感觉 就是 你平白无辜我就拿人家的心血 然后 哦 你 你爽完然后就就就就就 就丢在那 我觉得这样蛮不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每个人都可能曾经看过 这是非法的但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就应该选择正版的这样 嗯哼 这边只是 就是 鼓励了 就是鼓励 我没我没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也没办法 叫 叫大家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给我看正版 或怎样 对啊 这就是 只是一个选导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最近 开始的那个 低什么 低什么的 plus的 就是欢迎给我钱 这样我觉得很大力的 推广你们的 那个串流到底有多好看 这样子 好了 这个以上大概就是 四波集的内容 然后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频道的目的 跟 顺便跟大家聊聊一下 曾经 稍微小小影响我 对于看正版盗版 很深刻的 一小件事情 这样子 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们为什么要看正版 对 而且我觉得 突然有觉得又有讲回来 就是我觉得 对你当初讲的一个点 我觉得 我觉得 有一点蛮好的就是 因为 他相信 比如说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好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没办法 付出 这样的金钱 就真的 就真的付不起的人 对 他又喜欢那怎么办 他就 也不是 好像也不能说争议这一遍 就是 可以 刚刚你是不是讲一个词 可以理解啦 对 就是我们可以 可以同理他的 可以同理当时的状况 因为 我们自己多少也会碰过 这样的时候 没错 像我 最近就 你最近 花了一小笔钱 买了一整套的排球少年漫画 你觉得要在这里讲吗 好 不要跟我女朋友说 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漫画很讨厌 就是 他有的时候 譬如说假设 排球上也是连载的好了 可是这个 这个四波集到时候还是会 应该还会就请我女朋友他们 帮忙听一下这样 这样他就会发现 算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 我后来才知道 因为就是 我因为我就喜欢买漫画嘛 也不知道没有没有到喜欢买 就是 看一看有喜欢然后都都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 等他全部出完结篇的时候我再 一次去买 结果 像排球少年 大概是 前前前前前前一阵子完结篇 完结篇的时候 我要去买的时候 前面的有些急速已经有缺 呃他说原因是因为就是 他那个单行本 一本一本出嘛 然后有的时候 有些急就是被买光了 然后比如说 他晚结篇的时候动力就会 是动力吗我不确定反正就是那个出版社 他就全部 整套再重新刷一遍比如说我就在刷 呃 一万套好了 可是一万套他也不是 到每家书店都要 成套卖给别人所以 有可能还是会某几机会缺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不 没办法抓准时间 就是他他想不想在发行 比如说之前 他想不想在发行是看他 觉得可能的销量是怎样 嗯 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 Netflix不是上那个 异兽魔都 嗯没错 然后出版 出版社就觉得 可能有 买漫画的草 风草 所以他们就把异兽魔都 因为刚好又 好像前也是也是也是 不知道多久前才玩截篇的 所以他就觉得 那我就全部重新再刷一遍 嗯 所以我那时候才有买到 哎这个这个事情搞不好一一年前还是 帮你确定一下 帮你确定一下 这是 牌照少年是动力的没错 连连载是在 连载是在保老少年 嗯哼 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 就是 哎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你说要买正版的 哦 对 对 就是我才我才买了一套正版的漫画 对 好 虽然 因为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他可能是 比如说在网络上不知道哪 不知名的来源看过 他可能就不会想收藏 可是真的 真的 真的爱的人他就是他就算看过他还是会买 嗯哼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有意识的去支持是 我说正版 是是 重要 好了 就是 四播集主要就是 讲一些这个内容 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哎呦 我现在你们搞得很像我在教书哎 就是我最后还要做一下总结 就我们今天到底做了什么这样 这变得太严肃 好了 算了 不不再多讲了 那 四播集就到这 希望我们 会顺利的产出第一集 来跟大家相见 大家 拜拜 我是小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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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凯文 拜拜 好 拜拜 义收魔度那个出版社叫长虹 我说台湾哦 我看一下 他就在我旁边的书架而已 长虹 23期 日本 日本是小学小学馆 他现在磨全部都在封着我连打开都还没打开 Coffee 雷 第二集 一集 到 directory 的